其实两年前我那次去宁夏 我自己的印象很深刻 其实那里的机会有很多 我现在在街市看到的银村菜心 其实是在宁夏中种的 现在香港每一个街市都是菜心 香港人搞的 宁夏的位度和法国波尔都一样 土壤一样 气候都差不多 所以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说他包了10万某地 他准备建100个酒莊 然后酒莊一个卖给人 这个又是香港人 传统的民主派被激进的民主派 其实已经被激进了 令到他们不想接触 他们对北京的善意有回应 这样影响到他们香港很大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接受中国 我们不认识中国的话 我们是丧失了很多机会的 我当时很奇怪的 就问当地的人 我问为什么你们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去香港招商 他说我们已经不去那边搞了 他一带一路在那些国家里搞了 因为我们对中国那种排斥抗拒 或者不认识 不去争取 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机会 不要说我是拥抱中国 但是不排斥中国 去多些认识中国 如果我们的问题 我们真的可以永不可重生 我会认识中国 我认识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